美韩军演登场朝鲜半岛 战争一触其发 北韩放话全国进入决战状态 共军沿海一一步飞弹 一旦对台动武 美国承认挡不住了 谈判桌上 台美TBOP不谈 美族问题各自表述 台美合作 一场硬仗 挑战重重 稍后会有深入解读 好 观众朋友您好 我是马千惠 欢迎收看时事求是节目现场 我们先来关注的是 这个朝鲜半岛的情势升温 那么北韩撕毁了 两韩停战协定之后呢 现在又更进一步放话说 全国进入了决战状态 那么无惧北韩威胁 韩美联合军演照样 按照原来的计划进行 超过了一万名的南韩士兵 还有三千五百名美军参与 而南韩总统不仅会 在举行上任之后 首次的国务会议也表示 只要北韩发射导弹 一律回击 中间新闻主播史哲伟 这回特别前进南韩首尔 来看他的第一手报道 是十一号礼拜一的上班天 也是北韩宣布要废除两韩停战协定的同一天 韩国企业的上班族呢 我们可以看到在战争的威胁之下 他们今天还是一样的忙碌 赶着上班 表情木然 北韩宣布撕毁两韩停战协定 即日生效 中间主播史哲伟 前进南韩首尔 第一手观察南韩动态 南韩股市反应情势压力 加上日元走扁拖累汽车累股 上午盘中一度下挫超过百分之一 今晚南北韩双边高来高去 一半南韩民众似乎早就习以为常 马照跑舞照跳 今天礼拜一的头版 也一样显示了情势的严峻 中央日报是韩美军演 是为了北韩可能的攻击而应对的 而这个南韩呢 是已经启动了国安机制 代号关键决断的 韩美联合军演照常举行 无惧北韩威胁 超过一万名南韩士兵 和三千五百名美军参与 南韩总统普警惠 上任两星期 十一号召开由新内阁组成的 首次国务会议 清瓦台表示 只要北韩发射导弹 一律予以回击 普警惠政府硬起来 紧盯北韩的下一步建招拆招 不论北韩是虚张声势 还是完真的 南韩都做好准备 全力迎战 实事求是带您掌握全球进行事 在今天为我们点评的来宾是前立伟 也是曾经担任美国ABC电视网副总裁的雷倩博士 博士您好 主持人好 观众朋友大家好 刚刚我们一起看了 这是我们中天主播 史哲伟特别前进南韩首尔戴怀的第一首报导 从这个新闻当中看到了 这个在今天来讲 不管是南韩还是美国的军演 还是照常登场 只是北韩方面一样又继续呛响 他说这个核武攻击待命中 而且全国官兵会进入决战状态 所以我要请教博士说 这回北韩真的是骑虎南下 真的会采取任何的军事行动吗 还是说这对北韩来说只是顾忌重施 又是一次雷声大雨点小 这次虽然看起来有点像顾忌重施 但是它的时间地点都是非常值得大家推敲的 第一个是美国最近以来的 非常明确的重返亚洲计划 曾经有人在大概四五年前认为 美国会逐渐从韩国撤兵 而且韩国也逐渐要求美军去撤兵 然后让他们自己去肩负起自己的国防任务 但是如果南北韩真正有可能冲突的话 美军不但不会从韩国撤军 而且会增强它在朝鲜半岛 也就是南韩这里的军事的武装 以及它的军事的 包括它的武器的精良 它的部队的训练等等都会强化 所以它跟三四年前我们看到 可能会逐渐撤进的情况 已经是完全是180度的大逆转 同时我们也要把它看到 在整个东亚情势这么紧张的情况之下 一方面是美国非常明确的重返亚洲计划 另外一方面是日本借着美日安保 在周边产生了比较大的挑衅态势 尤其是对我们来说就是钓鱼台 钓鱼台猎鱼 这些的挑衅态势 使得这个区域本来美国的海军 就可能逐渐的增加 它在这里的军事部署 现在南韩是它最靠近中国大陆的 如果陆军跟空军其他的军种 也会增加战略部署的话 那么无论会不会有立即而明显的战争可能 双边的军事的部署会逐渐升高 恐怕是非常必然的了 只是我们比较好奇的是北韩的态度 就是说北韩这一回难道是像过去来讲 就是他们吹牛皮的成分居高 那么这一回看来北韩是还在继续吹牛吗 还是其实他们也真的是如同他们领导人所说的 全国官兵进入了备战状态 北韩的情况我觉得也是有一个理路可循的 首先是他几次试图的去做人造卫星的发射 我们都知道人造卫星代表着一种导弹发射的能力 所以如果他能够有效的发射人造卫星 表示他有那个导弹的能力 再加上一直从六方线五核五谈判以来 就一直认为北韩已经具有了核五的能力 核五加上导弹就是核五导弹 是整个全世界最恐惧的一种毁灭性的武器 所以北韩在这段时候 他受到的国际压力越来越大 甚至连他用和平的方式要去发展人造卫星 都被全世界掐着脖子走 所以从某个角度来看 他非常明显的看到 其他的国家如果在全世界的压力之下 放弃了他军事的主导权以后 最近整个中亚的例子都让他们知道 国家最后的情况是非常悲惨的 所以本来的强人领袖的这个年轻的 金正恩很快的就学会了 他必须要有非常坚强的武力表示 才能够使得其他的国家因为畏惧冲突升高 而不再对他有这么强硬的和强大的压力 所以他们也等于是一直有点在测试 不管是美国或是中国甚至联合国的一个底线 也有这个味道在吗 除了有这个味道在 也是大家彼此有点像是在跳探戈舞 大家都知道Tango是一种非常紧密的一种舞蹈 两边都要弱和弗节的去动 在美国强力的增加他在亚洲的布局 尤其是军事布局的同时 北韩如果是单独的被孤立的北韩 他很可能一举就被歼灭跟击破 所以在目前看起来 北韩他要做的事情是增加他自己自保的正当性以外 试图的想把中国跟苏联 就是前苏联俄国拉入进来 所以他在前一段日子所做的事情 还保持了在国际上面的一种说法 譬如说他是和平的去使用太空 这是每一个国家都有的基本权利 所以在那个情况之下 中国可以支持他 这一次因为他的举行的 他的整个的军事态势太过严峻 而且大家仔细想想看 在1950年之后 两韩基本上是属于一种停滞 而且紧张平衡的状态 他现在完全要推翻这个恐怖平衡 跟紧张的这个tension 紧张冲突的恐怖平衡 要去推翻他 完全是违背了国际上面的惯例 所以这一次恐怕这个年轻的领导人 不见得能够得到他所想要的政治结果 所以顺着博士的话说 就是我们刚刚也谈到 就是不管是美国 尤其是中国俄罗斯这一次的态度 就是说这两位老大哥 已经不像是过去在旁边维护着北韩了 那么还有到联合国制裁 那么就希望能够进一步的喝止北韩 但是以目前这个南北韩互相喊话 这个态势来看 双方再加上就刚刚提到 就是由这个新领袖 新的领导人执政 所以说是否就升高了所谓的误判情势的风险 那么以至于会擦枪走火 有没有这样的一个可能性 我觉得他们现在的情况反而比东海更安全 因为双方都已经说了全面截决战 只要你来攻击我一定反击 所以每一边都会更加小心 他擦枪走火的可能性就变小了 最怕的在战争冲突升高理论中间 最怕是大家误认有一个灰色地区 然后不经意的走入了灰色地区 而对方认为已经进入红线 那个叫做擦枪走火 现在双方既然都已经用这么强硬的话 来高声高分辈的喊话 那么两边的政治观察家 以及他们自己的政治的决策者 都会用高度谨慎的态度来互相处理 所以这次如果要打一定是真打 可是战争是需要非常长期的后勤准备的 所以看起来美国以及南北韩 通通都没有做这种准备的情况之下 眼前发生战争的几率 我认为是唯乎其为 所以你也觉得要双方误判情势的这种可能性 一样也是唯乎其为 他们喊得越大声 大家就越不敢误判形势 会更谨慎的去判断形势 好那就按照这个情势发展下来 一方面就是博士您怎么评估 怎么看待 总要有人收场 怎么样收场 那第二个就是说 是不是有美国他需要再退一步 也就是说 其实我们知道北韩他发展核武 这个根本就已经是势不可挡了 那么世界各国也莫可奈何 所以说是不是现在唯一就是好 我退而求其次 就是让你的核武不要扩散 事实上呢 美国是全世界有最大规模核子武器的国家 但是他是在全世界去主张 其他的国家通通不可以发展核子武器的国家 所以在第三世界以及新兴的军事强国 一直都对美国的这个立场呢 有一种觉得你是非常的两面讨好的方式 觉得他是非常hypocritical 非常的伪善的一种做法 所以这一次看起来短期的解决呢 会是美国更大规模的部署军队在南韩 创造出了新的恐怖平衡 让两边都不敢轻举妄动 然后让这一次的冲突的危机逐渐的消弭 因为联合国也已经支持了这样的基本的方向 但是中长期来说 北韩还是会认为 只有核武是他自己国家和平安全的最终保证 所以只要美国对他持续的利用国际形势去增加压力 北韩对于他的反弹就会继续存在 因此他会是一个比较漫长的谋核情 我们常常说他好像是一个震荡线 好像会横着走一段时候 好 但是刚刚提到的就美国 美国他可能想要聊面讨好 那中国呢 中国会不会在这一次的就是朝鲜危机当中 尤其在对北韩这次的态度和立场 反而显得有些左右为难 嗯 的确 而且我觉得中国现在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战略考量 就是不要轻易的让美国把中国跟朝鲜连在一起 把他联合拉入一个所谓的邪恶轴心的一个位置 因为前段日子大家可能记得在去年年中的时候 美国大量的发表中国大陆的地下长城核武的报告 告诉全世界的人说 中国大陆具有长期强大的核武威力 同时呢 在今年年初 美国也开始去对全世界发布中国大陆的电子战 以及中国大陆正在发展的隐形飞机 等等等等的尖端科技 更加上辽宁号已经开始服役 并且经常性的起架 所以这一些部分都让全世界的人 在美国的主导之下 认为中国可能会是一个新兴的武力威胁 如果说中国大陆在这一次 不跟北韩做一些比较明确的切割的话 那么美国很可能就在这个过程中间 在全世界的文宣战 在媒体战上面 把北韩跟中国大陆重新放成一个联盟体 那这个联盟体呢 不但是只有北韩在发展中的核武 而且是具有中国大陆已经成熟的大量的核武 对于全世界就会被视为一种安全的威胁 对于想要和平崛起的中国来说是非常不利的 因此中国大陆的领导人 在这个阶段用一种非常谨慎的态度 他们在道理说的过去的地方 去支持他的友邦北韩 譬如说和平的使用太空 发展这个人造卫星 在道理说的过去的这些地方呢 他主张这是全世界任何国家都应该有的权利 可是在北韩做强烈的军事动作的地方呢 他在目前是采取一种切割 以及疏离跟剥离的方式 主要的目的也是避免被陷入了一个非常可怕的军事帝国的危机 那这个军事帝国在美国有不少的学者以及不少的媒体 已经逐渐的在描绘这个可怕而且邪恶的中国军事帝国了 好那到目前来看就是博士您刚刚讲说 其实真的要所谓的开战好了 这个几率其实是为乎其为的嘛 对不对 目前看来 我认为两边的话讲的越硬越满 做决策的人就会越小心 因为你知道说别开玩笑了 这个事情做了的话会有很严重的后果 所以当他们讲这么满的话 而且讲到了要全面全国备战的情况之下 我觉得我们在这个情况反而是一个比较安全的台风眼吧 因为战争的确是要经过非常绵长的预备 尤其是它的后勤 就是整体后勤的预备 就像美国在911之后 要去回击对于恐怖主义际跟盖达基地去回击的时候 中间的准备也超过了18个月 所以说呼应您这番观察 我们从轻松一点的角度 趣味一点的角度来看 就是说我这边有资料显示 就是新闻画面上看到这个北韩领袖金正恩 他神情愉快在观赏这个射箭赛 他是故作轻松的 还是说事实上他已经通透了全盘 事实上他已经看透了看清了 就像博士所分析的一样 也就是说打不起来的了 金正恩现在在做两件事 第一个他在国内要强化他自己的领导中心 因为他毕竟是一个强权国家 他们习惯一个强人领导 在国内他在巩固他的领导中心 那么军事是一种非常好的动员手段 可是在国际上他正在描述一个新的北韩的领导人的形象 让大家认为说这个新的领导人固然他讲的话听起来非常的严峻 可是他不见得是不可以打交道的 所以到了必要的时候包括联合国以及其他的外交的手段都会被使用 使得他们的国家采取了跟其他的国家中间的紧张 以及封闭的状态能够逐渐打破 所以无论是他去听歌剧看足球或者是看射箭 都是一个全新的北韩领导人的形象 年轻的金正恩正在一步一步的修补北韩那种 让大家觉得高墙伸索都是铁丝网 然后非常有距离的水泥形象 他逐渐的变成一个人们可以认识的国际领袖 所以也是透露说北韩不一样了 北韩的新领导人不一样了 但是从这次两行危机我们一路看下来 就是这个台海危机 是不是也会让人家有一点点紧张 就是说现在传出说 一旦这个大陆对台动武的话 事实上美国方面也说没法倒 到底怎么样呢 我们稍后继续回来看看 华盛顿邮报的这篇文章 继续回到我们节目线上 时事求是但您掌握全球进行事 那么今天来到我们节目现场 为我们点评的是前立委同时也曾经担任 美国ABC电视网的副总裁雷倩博士 博士您好 好我们继续要来讨论到 就是说我们在上一趴 我们特别提到了就是这个两行危机 那么两行很多人就说 看起来蛮可怕的 有点紧张 那么在两岸之间 是不是也有开战危机呢 为什么 主要这个听起来算有点耸动 这个是华盛顿邮报的一篇文章 上面写着就说共军呢 在沿海密集部署飞弹 那么也已经改变了这个台海的军力平衡 而美国国防部呢 甚至就承认说 大陆一旦对台动武 美国也挡不住了 真是如此吗 就是你这个多年来 就是对这个台美关系的观察来看 博士 您觉得这个是危言耸听吗 美国是固定会对全球做它的国防军事报告的 那么台湾也是跟随着美国的例子 我们也是每四年会做一个全球的军事评估 以及对于国内国防需求的军事报告 无论你在什么时间来看 台海的军事本来就是极端的不对等 所以整个台湾的布局在过去都有它的战略主导 它主要的概念中间包括它是决战海外 一直到决战本土 决战本土是要决战多少时候 可以等到国际的援军等等等等 都是我们过去一项以来的军事布局的重点 从来就没有一秒钟想过两边的军事是对等的 不过最近从二月以来 我二月初在华盛顿的时候 听到很多华盛顿的保守主义 尤其是他们在看到美国要重返亚洲的 这个大战略的这些背后的一些计划者中间 他们有一种很直接对台湾的诉求 就是他们希望台湾对于自己的安全 能够负起更大的责任 甚至他们认为两岸因为现在的经济态势 发展得非常好 就是整个和平的发展 包括了ECFA以及以来的这些经济的活动 可能在他们的看法来说 使得台湾忘记了自己的安全的威胁 要提醒台湾 要提醒台湾 所以当时我也跟我的华盛顿的朋友们讲说 对于曾经走过两岸的军事对峙 甚至连骨肉乖隔几十年不能见面的台湾来说 战争不是我们会轻易忘记的一件事 但是对于我们来说 战争更不是我们愿意轻易踏入的一个场域 因为我们曾经这么长的时间中间 经过了战争以及对峙的痛苦 好不容易才走到今天 比较和平发展的一条新的路线来 那么因此从这个例如来说 我们比较可以明白 为什么逐渐你会发现在华盛顿也好 或者是在前一段日子 他们这些人也来台湾见了马英九先生 那么跟马英九总统见面的时候 也很明确的希望台湾能够加强自己的军事布局 希望台湾加强自己的军事布局 当然第一在美国整个的岛链围堵 这个中国大陆以及当年的苏联共产主义 扩张的这个过程中 台湾是第一岛链的核心 同时台湾也是第一岛链中间 水下反潜的这整个鱼沟防线 具有战略位置 对因为它水下有一个鱼沟防线 这反潜的鱼沟防线中间有三个开口 只有这三个开口通通在台湾的附近 所以我们不但是地理的位置非常重要 在它原来的军事部署上面也是非常重要的 台湾跟美国没有安保协定 所以美国不能够像到日本一样 堂而皇之把它的军事武力放在日本 或者是放在琉球 所以如何能够使得台湾成为美国 整个亚太战略的一员 恐怕就要靠台湾自己去买 尤其是美国所提供的先进武器 所以你在最近一段时间看到 有非常多的美国的游说者来告诉台湾说 现在可以考虑买很多先进的武器 或卖很多先进的武器给台湾了 所以博士我可不可以简化成这样子 就说之所以会有华盛顿邮报这篇报导出来 事实上其实这背后的动机 就是美国希望台湾买武器 是希望台湾成为美日在亚太中间 非常重要的一个盟友 那么我们固然没有正式的外交 跟军事合作关系 但是如果在武器跟军事人员的训练 以及软体的部分跟美国完全的合作 因为这次讨论很多是人员的训练跟软体 完全的合作的话 那么你很容易就可以跟美日呢 作为军事的联盟 好军事的联盟 然后还有另外当然就是 他背后有一些希望 这个台湾能够买一些武器 来自我防御之外 就是我想提到 就是说欧巴马总统这一次 还有提出了 他不管是重返亚洲策略 还有他提出了这个亚洲赛和平策略等等 就是说在对照今天 这个华盛顿邮报的这篇文章 美国他的态度上的转变来说 是不是跟他们的一个策略有关 就是他们现在要连日赫中 也就是说他们也不要碰这个岛屿之争了 不管是钓鱼岛 不管是这个 就是这个南海岛屿的这一块 是不是也是在他们的布局当中 您这问题非常好 绝对是 而且他不是今天要连日赫中 他是在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呢 就已经非常明确的 在二次世界大战中 日本是去偷袭过美国的一个国家 甚至呢 最后是用原子弹去解决了 整个太平洋战争的那个受害国 可是大家记得吗 二次世界大战之后 美国很快的就扶植了在日本的一个 比较近似西方的民主政权 同时利用了国家的力量 联合国的力量 进入IMF的力量 还有用三边委员会的力量 协助日本重返国际社会 日本能够这么快的重返国际社会 完全是在美国的协助之下 那么他们整个联盟的目的呢 就是在亚洲创造了一个极为坚强的同盟体 以去围堵 以苏联 当年的苏联 以及中国为主的共产政权 每一个国家的大战略 都一定有一个假想敌 没有一个国家做大战略的时候 没有假想敌的 那么在华盛顿现在最常见的一个说法是 中国就算不是我们的敌人 但是在可预见的将来 我们都会是他的竞争对手 所以目前整个重返亚洲的 大的战略布局里面 的最重要的假想敌 还是中国大陆 不管你说的是战争或者是竞争 是用这样的态度来看中国大陆 所以以中国大陆为假想敌的战略布局里头 日本是最重要的核心 那么南韩现在有了南北海的冲突以后 会增强经济以及军事跟美国的同盟关系 所以南韩也会强化 接下来的下面的一点就是台湾 然后再来就是整个东南亚 东南亚所凭借的就是 现在美国主导的TPP 所以它已经在第一阶段 所邀请进来讨论的国家 包括了文莱 越南 马来西亚 都是在整个的海域中间非常重要的 所以我觉得我们未来看 亚太地区的安全要看两件大事 一个是看在海洋上面有没有任何的冲突 因为如果在海洋以及军事的航线 就是一般的商业的航线上面发生了军事冲突 那么美国就有非常重要的正当性 把他的军事武力送回亚洲来 而目前美国已经预计要把60%的海洋武力送到亚洲 以前是5050 就是大西洋跟太平洋是各一半 现在已经决定了要多挪一部分到太平洋来 那么要进入太平洋 必须要有某些冲突作为引子 美国是整个海洋航线的和平的捍卫者 所以如果海洋航线发生了问题 那么美军会大量的进入 尤其是南海跟东海 南海是比较主要的 第二个就是要看在东海的部分 日本跟中国的冲突会不会真正的擦枪走火 如果会擦枪走火的话 因为在2013年的国防授权 以及在美日安保中间都已经明确的说了 这是视为对于美国安全的威胁 所以美国在整个东海 也就会快速的大量的布军 这两件事情做成了 美国就重返亚洲了 它不光是重返亚洲 它重返了亚洲的主导位置 那是不是现在眼前在华府 其实还有另外一派生意 也就是说刚刚讲到说 不管中国对美国来讲是 他是竞争者也好 或是他的假想敌也罢 但是是不是还有另外一票的 一块的说法 就是说事实上中国也是美国 是不是美中关系应该要和解 这个部分 那甚至美国 他是不是也会 当我们一直讲说 要重返亚洲 重返亚洲 但我今天看到了 也相关的资讯说 是不是也要提 干脆就放弃 重返亚洲 是不是也有这一派的声音出来 这一派声音呢 主要是一些比较自由派的学者 以及智库正在讨论说 如果按照刚才前面 这一个保守派的布局来说呢 你可以看到就是战予密布 战争可能一触即发 而在21世纪 没有人应该要进入 可能的战争领域 没有人要轻易发动战争 完全不应该 而且当你看到有战争可能的威胁的时候 应该尽量的驶离 因为我们已经有了包括WTO这样的场域 以前在16 17世纪的时候 你要跟别的国家做生意 你要用武力去占领它的领土 把它变成你的殖民地 你才能做生意 21世纪呢 商跟军可以拆成两个场域 所以另外一批人认为 如果我们在经济金融这些场域上面 跟中国大陆已经是一个明确的共生关系 在全世界你已经不可能少了中国这个成长引擎 而仍旧具有一个成长的态势 那因此任何对于中国大陆可能的战争发动 都会造成全世界经济跟金融上面的巨大的断裂 所以为了避免这个威胁 很多人就主张说 为什么我们不回到一个比较和缓的 一个竞争的状态 而千万不要走入可能的战争状态 好 所以有这一票的声音 但是事实上这个是目前来讲 哪一个高哪一个低 是不是当然还是重返亚洲的老手派的 因为这是欧巴马先生他的既定的政策 但是重返亚洲你的确也可以用军事的方式 重返亚洲 也可以用商业的方式重返亚洲 所以你可以有不同的场域去选择 对于美国这么大的一个经济实体 它可以在外交军事或者是金融经济 四个场域中间选择 它的哪一个场域是它的主导 所以我觉得我们现在看到的的确就是 一边是军事的布局在快速的进行 另外一边在做TPP的这些人 就是在做泛太平洋战略协定的这些人 认为如果你可以把这些国家都拉成了一个 准军事跟经济的同盟体 那么这样子的话 它可能不需要经过军事的手段 就可以成为亚洲新的重要的霸主 这是美国所打的 一路打的如意算盘 对 就刚刚提到 就是从军事到经济 这个一路上的布局 没错 刚刚博士也在提到说 台湾当然也想下一步想要加入就是TPP 但是我们先回到这个中段大概已经 五年多的TIFA 台美TIFA 好不容易在昨天又复谈了 谈出了什么呢 那是不是还是很多问题悬而未决呢 那么对于台湾要下一步 比如说刚刚讲到TPP 是不是对我们来说 这是一条漫漫长路 在这当中有许许多多的问题 值得你给我深入解读 还有探讨的 我们稍后再继续回到 我们的时事求是节目现场 时事求是带你掌握全球进行事 我们这一节要来谈到的是TIFA谈判 那么台湾正面拒绝美猪扣关 但在要求加入TPP 和签订FTA上头 也被美方一一给碰了个软钉子 朝野立委就认为呢 美国用美猪进口来掐住FTA 是在逼台湾和中国靠拢 谢谢大家 TIFA会谈党美猪经济部过了一关 马总统顺势再推FTA 所以我们会在这个领域 继续的努力创造条件 让我们未来能够加入 跨太平洋伙伴协议 以及这个区域 全面的经济合作伙伴的协议 台湾的想法 美方代表不买账 一一给软钉子 协助台湾加入TPP 回应这不是单一国能决定 讲到签订FTA 又说希望聚焦在 TIFA讨论议题上 还有国人最关注的美猪问题 全都不给任何实质承诺 美方给我美猪 其余免谈的态度很明显 反对租进来是全民的共识 不分朝野党派 假如他为了说这样子 要插入我们TIFA 那就是等于推着我们 向进一步向中国大陆靠拢 如果因为美猪进口 我们才能加入TIFA 你把台湾的畜牧业 跟农产业都打趴了 美猪闯关挡得了一次 却不知道还能挡多久 美方写TIFA 要求台湾开放市场 反正急的是马政府 不是欧巴马 国际现实下 台湾还能对抗多久 除了立党政府 还得拿出更好的办法 好不管怎么说 终于有动静了 中断五年多的台美TIFA 总算复谈 而这一谈谈了九小时 象征意义大于实质意义 所以博士你怎么看待 这一次的复谈的内容 还有进度 我首先说一下 TIFA这件事情 TIFA本身是一个 贸易级投资的框架协定 所以它本来就不具有 像FTA或TPP 那么多的实质规定 它是一个框架协定 而且我们现在呢 是在决定要去复谈 这个框架协定的第一次会议 所以距离真正有一个框架协定 而且框架协定中间 具有实质内容呢 还是非常遥远的 所以美国这一次来 基本上就带来了一个态度 那这个态度 在二月的时候 我在华盛顿也听到 很多人这么说 他说呢 如果说牛可以使用的标准 就是刚才的谈判代表 特别说了科学标准 以及国际公认的标准 如果牛可以使用的标准 为什么猪不可以 那么如果牛可以使用的标准 猪也应该可以的话 牛猪分离就没有道理 在国际谈判上面 最重要的是原则 你的道理跟原则 能不能站得住 在这件事情上 我觉得台湾的牛猪分离 在放牛的时候 就已经没有牛猪分离的可能性 因为你在道理跟原则上 别人一句话就说 你要按照科学的证据 以及国际的标准的话 你完全站不住脚 那如果你在一个 站不住脚的议题上面 一定要去挡 看起来你就是一个 没有诚意的谈判对手 所以那贸易代表 美方的贸易代表 又说我们有一个 非常庞大的贸易关系 有很多很多的其他的议题 所以不完全只是在政治上面 美方给了台湾的压力 而是在这件事情上 台湾自己本身所采取的立场 是一个很困难的立场 如果说要用一个 很困难的立场 再去交换去TPP 或者是FTA的话 基本上是原木求鱼的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我们稍微看一下 TIFA TPP跟FTA 到底代表了什么样的 不同的关卡 TIFA只是台美两边的 贸易跟投资的框架协定 它的门槛是最低的 TPP是美国主导的 目前已经有14个国家 马上就有16个国家的 一个区域性的 它是属于战略 以及经济的合作 写信范太平洋 而且TPP的强制性非常高 也就是为什么 现在谈了14次的谈判 都还没有结果 因为它是要求 所有加入的国家 等于有点变成一个 类似非常一致的法规环境 也就是其他的国家 要把他们的法规 国内法的部分调整成 跟美国近似 所以它的强制性是非常非常高 对于台湾来说 我们进入TPP到底是福是货 事实上是没有好好仔细去研究的 只是因为它是一个美国主导的 一个非常大的战略协定 我们希望进入 那FTA呢在美方来说 它对于任何一国家的 双边的自由贸易协定 它都有一个叫做 short listing的时间 就是它每一段时候 它会选择让一些国家 进入了一个小的谈判圈 然后再逐一跟这些国家 把这些谈判圈的议题解决 在2008年南韩跟台湾 都可能进入谈判圈的时候 当时民进党曾经要主导 希望台湾能够跟南韩 同时进入美国的谈判圈 后来那一轮呢 我们根本没有进入谈判圈 所以后来南韩跟美国 就逐渐地解决了 他们中间的贸易问题 最后签了他们的FTA 到目前为止 台湾还没有进入 美国的谈判圈 没有在它的short list里头 所以如果我们 从今天的角度来看 TIFA是我们可以摸得到的 TPP对我们到底 有没有好处很难说 FTA呢 我们是根本还没有 进入程序 所以这中间你要用 美珠来不来进口 来换进TPP 跟去换FTA的机会 也是趋近于零 同时我认为 从更大一个角度来看 台湾现在有两个选择 第一个是你要全盘的 像日本一样 跟着美国走 进入TPP呢 还是想办法进入 由东协跟中国大陆 主导的RCEP 就是区域的 全面经济伙伴协定 因为这个地方 所有的其他的国家 它在本区域中间的 内部的交易量 以及内部的产业的 整合的机会 对于台湾来讲 也是非常实质的 所以我们不一定要 把我们的鸡蛋 全部放在TPP 这个篮子里头 RCEP恐怕也是 一个不错的选择 如果大家愿意 让台湾加入的话 不过现在回到 台湾的国际现实 其实我们的处境 相对弱势许多 就刚刚博士一路讲 讲的这一个 这样一路分析下来 其实我们再回归 到原点好了 比如说刚刚提到的 这个美猪分 牛猪分离 对然后美猪扣关 什么 台湾完全也挡不住 事实上最后还是得放 即便在立法院 那一关怎么样 最后就是得放 那所以这个台湾怎么办 这完全没有任何筹码 就是说我们怎么样 在谈判桌上 不管怎么说 我们也希望能够增加 我们谈判筹码 但是目前看来的话 这一部分很辛苦 如果说你非放不可的话 那你至少要换回善意 要换回其他的东西 所以我觉得 这个英文叫做 quiproquare 就是你要交换 总是看你要换什么来 首先我从科学 以及国际标准 就是那个Codec法典来看 台湾要非常坚强的去主张 牛猪分离的机会 是非常渺茫的 你可能可以拖一段时候 但是如果你拖了以后 并没有获得美方 对你善意的回应的话 反而会造成 你在全世界不利的后果 那就可以需要想一想 但是在此同时 猪跟牛 在台湾的消费市场上 的确是不同的 台湾很多的消费者 很喜欢美国牛肉 但是去美国留学或旅游过的人 都知道美国猪肉的口感 跟台猪是完全不可同日而语 所以如果真正开放台猪的话 在温体鲜食的部分 我觉得美国的猪肉 跟台湾的猪肉 在市场上 还是会被消费者选择 它可能会在两个 不同的价位中间 所以就回归市场机制了 对它会有个价格差 就是美猪因为它的 使用的那些材料 以及饲养的方式 它或许进来的时候 会比较便宜 它毕竟没有狂牛病 或者是其他的那种 安全的威胁 跟牛的情况不太一样 但第二个就是 在那种制成品 半成品的市场 譬如说香肠 或者是猪肉干 或者是再制品的上面 你很可能会有 很大量的美国猪肉 会在里头 那么这个时候 就靠着市场 用市场跟商育 去建立起可能 两层的市场机制 就算是进来 我觉得台湾的畜牧业 不会像刚才有一位 立法委员说的 会完全被打爬 因为的确口感完全不同 而且台湾的畜牧业 一直在台湾有 尤其是株枝的部分 有非常非常强的 包括他们的 这个内部的改革 很多地方都有 它的强势的 可以竞争的地方 在这里可能变成了 一个品牌上面 需要区隔的 两个区间的价格市场 所以你认为说 反正就进来吧 因为真的也挡不住 因为这个我们在谈判路上 事实上美珠问题 其实是你也躲不掉 躲不掉的 那倒不如说 进来台湾市场之后 事实上这个取决于 消费者的市场机制 这个部分 但是呢 在谈判过程中间 我们的谈判代表 还是要说 这是在千辛万苦之下 才说服了台湾的消费者 以及台湾的畜牧业 因此美国必须要 回报我们的善意 所以看你要换什么回来 这个中间就是一个 交换的 换什么回来 问题是这个我们乐观吗 以目前这个 我觉得目前我们的谈判对手 似乎没有告诉我们 他们要换什么回来 因为他们所举出来的 TPP跟刚才讲的 不清涼淡血的 通通没有立即可能的机会 对 所以这个怎么办 那台湾的下一步 台湾是不是应该要更通盘的 甚至深入的考量 尤其这个 你来我往的谈判上头 作为一个非常小的经济体 比如说像香港啦 或者是新加坡 他们在谈判的时候 都非常清楚知道 我放弃的是什么 我换回来的是什么 然后他在利益比较原则之下 他知道他换回来东西的利益 要大于他所放弃的 台湾这个功课 可能有做 只是这些少数做功课的人 并没有告诉其他的老百姓 甚至也没有告诉我们的立法委员 所以目前来看到 就刚刚您所提到的 不然是这个TPP或是FTA 那目前来看到 FTA更远了 非常遥远 因为美国是有一个谈判圈的 它一个short listing的过程 所以你要先进入了它的short list 就是它的谈判圈以后 你才会开始跟它逐一的处理 我们现在根本完全没有进入谈判圈 而且每次谈判圈 什么时候开放 它有它的既定的时程 现在并不是开放的时候 台湾很想加入的TPP 是不是比较有眉目 TPP对于台湾 是一个高度限制性的一个合约 甚至其他跟美国的经济 往来更为密切的国家 都到目前为止 并不完全愿意接受 因为在整个TPP里头 美国的主导性 比其他所有的协约更强 并且对于其他国家的制度的要求 更高 所以反而台湾一旦正有幸加入 福货难料 货福难料 的确是如此 就好像南韩进入了FTA以后 也有人现在正在讨论说 到底对南韩是好还是坏 TPP是比FTA的强制性 更高的一种协定 所以我们如果真的有一天进入的话 对于整个台湾的完全的体质 可能叫做一个大翻修 我想刚刚不止美术问题 还有稻米的问题 就是说以台湾政府来讲的话 博士您的观察 甚至您的建议好了 就是说台湾政府该提出 怎样强而有力的政策呢 或是对策好了 的确就是在整个WTO谈判中间 包括它在杜哈回合都那么困难 就是因为农业部门 传统上来说 是在国际化跟全球化中间 最受到伤害的一个部门 农业当然包括了畜牧林业 所以因为他们是跟土地连在一起的 所以他们最容易受到全球化的冲击 别的地方更便宜的产品一进来 对我这边插个话 甚至就是如果美朱开放的话 是台湾的这些猪农就说 他们看不到明天 对可是台湾的猪将来就会像和牛一样 它变成一种品牌猪肉 那么它在品牌猪肉的情况之下 它会增加它的附加价值 它增加它的营养价值 它增加它在全世界甚至可以去竞争的价值 所以保护主义通常都是在你只看今天的情况之下 你会主张保护主义 如果你有一个强的畜牧部门 你可以看到对外输出的时候 你会主张去开放 然后跟其他谈不同的策略 这样子可以增加你的市场 以及增加你到其他地方出口的机会 我觉得台湾的稻米 到目前已经进入了小农金座的状态 你可以看到非常多的地方 你可以看到农人自己签名的稻米 很多的公司已经开始做了小农金座 那么他们在完全有机永续发展的情况之下 所种出来的稻米 跟一般的大量生产的稻米 它一定会是在市场上在不同的区间 所以如果我们利用这些开放的机会 让台湾本地的农业畜牧业 以及可能的林业 逐渐的升级跟转型 同时也容许他们采取合作社的形式 或者是合作公司的形式 把他们既有的生计的这些技能 都智慧财产权化 就是把它去确立地去做成pattern 智慧财产权化以后 可以创造他们成为生计公司出口的能力 这样子的话 农人就不是只卡在这个土地上面 靠着他的稻作出来卖钱 而是他可以把他所研发的东西 成为一种商品 然后在其他的地方卖钱 这是西方的大农业曾经做过的事情 全世界有非常多的公司 像Monsanto这些公司 都是这样的大的农业公司 台湾如果可以往精致高端 以及农业生计发展 然后把它产品化 商业化 公司化 这两方面去走的话 那么农业部门也有一个脱胎换骨 成为第一第二 以及第三产业 整个的混合产业的机会 所以说台湾农业 就像刚刚提到了 可以朝这个精致高端的 这个方向去走的话 不管是猪啊稻米啊等等 事实上长远来看 其实你是看好的 就是说台湾根本不需要怕 对 但是这过程中间 就需要政府有效的去辅导 帮助以及创造那个产业环境 帮助以前最弱势的农业部门 怎么样从现在走到明天去 所以政府很重要 非常的重要 就是说台湾农业的明天 真的也都是掌握在 政府的手上 是的 好 我们再休息一下 广告之后我们再继续回到 我们的节目线上 还有更进一步的讨论 欢迎继续回到 时事求是节目现场 事上就谈了一个小时 谈下来我们从这个两韩 到两岸 以至于台美关系 那么今天来到节目现场 帮我们全面点评的是 雷茜博士 那么博士也特别下了一个 非常有趣的注解 他说我们今天的深入讨论 其实就是战争与和平 真的是 怎么说 因为一边看到的是 军事的对峙 以及各个大的政权中间的紧张关系 所以似乎战争在战云密布 一触即发的状态 可是同样的 你也看到了 有很多关于商业 以及和平发展的可能性 我特别想提的这个概念 就是说 以前我们时常是用 军事主导的方式 去看国家的大战略 所以包括了商业跟金融 都是来支撑战争机器的一种做法 也是被动员的一种工具 现在我们完全可以用两种方式来看 国家大战略 一个是军事的 军事强弱 可是另外一个就是经济实力的强弱 如果一个非常强大的经济国家 它有很多的工具去跟其他的国家 产生不同的关系 它完全不需要去用军事的手段 去取得它应该有的国家利益 它可以用金融跟商业的手段 所以我觉得21世纪 如果我们现在看看 包括TPP跟最后刚刚讲的RCEP 一个是美国主导的 那么它符合了它重返亚太的这个大战略 另外一个是由东南亚国协 阿西安跟中国大陆主导的 已经是十加六 东协十个国家 加上中日韩 澳 纽 印 把印度这个另外一个成长 已经都拉进来的这个 那么它也符合了用经济来跟全球对话 让第三世界国家跟第二世界国家 跟第一世界国家去对话的另外一个大战略 所以在经济的大战略中间 我们有很多和平对话的可能 而不必直接就去讨论 军事上面要怎么样的去布局 或者是要买什么武器 用什么样的战略来互相的对抗 所以我们真的是在一个战争与和平的交汇点上 这个十字路你如果往一边转 大家就开始紧张冲突 往另外一边转就开始讨论怎么样用 甚至你可以在经济上面用合纵连横的方式 创造更大的自己的经济实力 跟其他的经济起产生对抗 都有可能性 而他们完全不需要去经过一个战争的手段 所以的确就是战争与和平之讨论 虽然我们应该这么说吧 就21世纪事实上经济实力才是王道 而且经济实力可以完全取代 以前以战争主导的思维 其实美国跟中国大陆今天为什么一直在一个竞争的状态 主要是美国认为中国大陆的低廉的制造成本 去抢了美国人的工作 使得他们的贸易逆差持续的扩大 而没有办法解决 但是这几天你在华盛顿听到有很多人开始说 美国要再工业化 欧巴马除了说他要再亚洲化 他也说他要再工业化 就是把工业的基础重新建立在美国 那美国就会跟中国大陆这些其他的制造基地 在经济的场域上面直接的重新去竞争 我认为竞争永远是比战争更好的一条路 的确那么即便像弹丸之地台湾 虽然小但是我们有非常优越的战略位置 所以说对台湾来讲 我们这次锁定的是台美关系 那么经由尤其像昨天的整个提法复谈来看 不管怎么讲是不是其实还是一个象征意义 大于十之意义的一个情况 但是其实台美关系 事实上已经迈入了一个新发展新阶段 我们可以这样看吗 当然可以因为台湾忽然间对美国更为重要了 当美国要pivot 当它要转轴回亚洲的时候 台湾的关键地位 不光是我们的地理地位非常关键 我们在整个亚洲的经济体中间 是在一个核心的位置 同时我们也握着跟美国 跟日本以及跟中国非常绵长的历史关系 我觉得如果我们仔细看的话 马英九先生他也常常讲 我们是了解美国 了解日本 也了解中国的一群非常独特的人 他具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战略位置 好 即便如此 那么在提法之后 是不是台湾的挑战才要开始 还有更多的挑战在前方呢 从我们同意进入全球化 就是WTO之后 台湾已经进入了全球化 会对在地产业竞争的这个挑战 已经经过了十几年很遗憾的 台湾到目前为止 是靠着个别的农人的力量 或者是个别的公司的创新的力量 创造了出一种高端的品牌的 科技的永续经营的 新的精致发展的农业的样态 可是整个国家去协助这个 政府做得太少 政府去协助这个落后部门 而且是在全球化 最容易受打击的部门 让它转型 同时让他们也可以去享受 全球化的果实的这种 转为公司化 把智慧财产品牌化的 这些事情做的 的确是太少 完全不够的 好 希望我们今天这一个小时 尤其这个博士呢 这一番深入分析 政府听到了 真的是要好好做 因为这些完全是掌握在 我们自己手上的 我们事实上可以做得很好的 我常常说我们本来 就是有一个漂亮的女儿 你只需要把她打扮得更好一点 好的确非常感谢雷剑博士 今天来现场 我们全面节讲评 那么同时呢 也感谢您收看 今天的时事球式节目 我是马千惠 我们再会咯 谢谢博士 漂亮的女儿 只要把她打扮好多 对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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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对 这个 对 这个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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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